大臣尖叫 你看看这部经书 念老这个诸集 引用了193种经论 句句都是提醒我们 放下婉怨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就是诸平等诸啊 要真正的认识 这一句佛号就是诸相 这一句佛号就是法界全体 你念这一句佛号 你的心 你的身 就跟法界全体融成一体 你就回归诸相 回归法界了 再说到现实一点 你什么灾难都没有了 诸相里头没在哪 法界里头没在没媳妇 这一句佛号就是诸法平等体现 这一句佛号 你看看多不可思议 诸法平等的体现 这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就是诸法平等的体现 但能念念相及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那你真的得平等诸了 念 念四个字 六个字都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 念四个字行 念六个字也行 就像地心老法师 平常教人 这一句佛号念下去 念累了 就休息 休息好了 你就接着再念 这叫静念相及 不怀疑 不怀疑 不夹杂 一天到晚 就是一句佛号 锅楼将念成功 你看三年 欲知实知 没有生病 站着往生 死了之后 还站了三天 等他师父 提得办后事 站了三天 大概在 四十多年前 将近五十年 四十多年前 我在佛光山教授 佛光山有个长功 告诉我 他们的邻居 一位老太太 念佛 也就是一句佛号 念了三年 也是欲知实知 站着往生 他亲眼看见 告诉我们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了 我那个时候带了 差不多十几个学生 夜晚 月亮非常好 在一个小池塘旁边 我们在讨论佛法 他走到我们圈子里 给我们讲开始 劝我们念佛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也是念三年 这样的例子 很多啊 Buck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